在水底脱下及穿上装备的情形相当罕见 但为了未雨绸缪 你得学会怎么做 例如被缠住 或是为了调整装备 这是少数几个需维持复服力的技巧 所以找个远离脆弱水生生物的 不敏感水底来进行 保持复服力并跪着 有助你在脱下装备后保持稳定 特别是使用整合配重的BCD时 以下是做到这一点的一种方法 不过还有其他方式 使用配重量轻或中等 或没有整合配重的BCD 要完全排空BCD内的空气 如果整合配重的BCD内配重很重 可以留些许空气在BCD内 方便脱下时处理 BCD排气之后 像这样左膝跪在水底 右膝屈膝站立 松开束带 然后先将左手臂脱下装备 这个动作对于将调节器 保持在原位非常重要 保持装备直立且不要松手 立即将装备靠近身体 立在右膝上 这样可以保持你需要用来 抵消潜水衣浮力的重量 将右手臂的一部分穿过袖口 来控制装备 是情况所需 可以将两臂都移开 让装备水平放在膝盖或腿上 不过要穿上时 还是需要立起来 像穿外套一样穿回装备 先从右手臂开始 再次强调这个动作 能让调节器维持在口中 将装备拉到右肩上 它的重量可以让你维持稳定 用右手扶住气瓶的底部 让气瓶稍微前倾 会有帮助 然后将左手臂也套进去 再将束带细紧之前 再三仔细检查 有没有任何管子或配件被压住 在水底卸除 及装上配重的主要原因 是为了调整身体平衡状态 或调整配重 有时是配重口袋松动 或是你需要调整配重系统 如何操作取决于 你使用哪种配重系统 可能是卸除及装上个别配重 配重口袋或整条配重袋 这是另一种维持复服力 会有帮助的技巧 停在不敏感的水底 将BCD泄气 要卸除配重内侧的膝盖 屈膝站立 如果是卸除配重袋的话 则是右膝 卸除配重口袋 或配重千块后放在膝盖上 装上配重 则与在岸上的动作很相似 以很多配重系统来说 将身体后仰 有助于配重滑到定位 教练会告诉你 最适合你装备的技巧 卸下配重袋时 像这样 先将配重袋松开 再从背后往前拉 左边有快卸扣的内端 要放开 然后放在膝盖上 像这样穿回去 就像你在水面上用的方法 将配重袋放到定位时 请记得向前弯腰或趴下 脸朝下 如此配重袋 就会稍微压在背上 这让快卸扣 不会被配重拉扯 可以轻松地重新固定它 完全扣紧前 检查是否有管子被压住 有时你必须在 没有视觉或触觉参考物的情况下 下潜或上升 运用你学过的 下潜和上升的五个步骤 但是要注意你的电脑表 并用BCD控制你的速度 在平静水域中练习这项技巧时 要忽视所有视觉参考物 只以前半和电脑表作为参考 下潜时记得平衡压力 紧临前半并调整你的浮力 不要急 慢慢下潜比快速下潜来得容易控制 上升时再次强调要紧临前半 必要时可以互相抓住 控制你的浮力和上升速率 再说一次 速度慢一点比较容易控制 用水中悬浮的方式在5公尺15英尺的地方 做安全停留 在平静水域中练习这项技巧时 就停在水面和水底之间半途的地方 如果你下潜或上升时需要在没有参考物的情形下导航 一种方法是和前半互相抓住对方 其中一位导航 而另一位控制下潜或上升的深度和速率 你也可以在平静水域做这项练习 课程中会有一次或多次的迷你潜水 迷你潜水是开放水域的模拟潜水 练习在开放水域中实际的潜水步骤 教练会让你和前半计划潜水 就像在开放水域潜水一样 计划中要包括潜水时间和空气供应限制 你们要进行下水前安全检查 并使用适用于水深无法站立的入水法和出水法 每次的迷你潜水 教练都会指定几项特定技巧和目标 你会与前半一起练习技巧 也有一些水中游乐的时间 可以单纯享受在水底的感觉 学习潜水可能富有挑战性 但也富有价值 令人兴奋 也是一种全新体验 此刻你已经学了很多关于潜水的技巧 即将完成开放水域潜水课程 但在你成为Peddy开放水域潜水员 感到兴奋与满意的时刻 这一步只是旅程的开始 谨慎的潜水 遵循所学并不断地学习 一辈子的水底冒险正等待着你 欢迎进入潜水的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